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Taylor Swift,就是美美对特朗普的一段话,她是5月29号发出的,她说的是 After stalking the fires of white supremacy and racism, your entire presidency, you have the nerve to feign moral superiority before threatening violence. When the looting starts, the shooting starts, we will vote you out in November. 他还爱着特朗普,就特别刚,然后stoke的意思吧,就是它是烧火,或者是让火烧得更旺一点,然后stoke the fires就是有点煽风点火那个意思,这个white supremacy,这个supremacy就是supreme的名词形式,supreme就是比什么什么高一等的,高人一等的,显得比人家尊贵一点的,就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是白种人的那种优越,那种高高在上,racism就是种族主义, 然后他这里叫 your entire presidency,presidency,他这个词根就是president,president就是总统嘛,presidency就是在总统的任职期间,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其实是有一个戒指,然后他审认了这个戒指,就是在你的整个总统的任职期间,你都煽风点火,对什么东西煽风点火呢,是白人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还有种族主义,you have the nerve,you have the nerve,就是什么什么,就是, 就是,就是有点骂人那种话,就是,你竟然还有胆子,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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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个意思,nerve这个词我们不一定熟悉,但是它的另外一个词,nervous,大家一定很熟悉,就是紧张的,就是你考试有没有紧张啊,你上台有没有紧张,就是那个词,nerve是它的名词形式,就是神经啊,勇气啊,这个意思,这个fein是假装的意思,moral是道德,superiority也是就是跟那个 supremacy有点相似的意思, 因为它们的词根都是super嘛,就是比人家高一等的,比人家好的,比人家优越的,就是superiority就是这种优越感啊,那种意思,before threatening violence,这个它的意思是,在threatening violence的面前,你居然还有胆子来假装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个threatening violence是什么呢,就是在明尼斯达州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就是明尼斯达州有很多人开始,呃,用暴力来去呃,表达自己的不满啊,或者什么的, 所以这个threatening violence,它指的是,就是明尼斯达州那些呃,暴徒们正在打砸墙,就是他们正在威胁,呃,用暴力威胁这个国家,威胁这个城市,然后它下面这一句,这是特朗普自己发在推特上的,然后被推特屏蔽了,我上个视频有讲过嘛,这个loot就是抢劫的意思,shoot就是开枪,就是当那些人,那些暴徒在明尼斯达州开始抢劫的时候,就是呃,政府要开枪的时候,然后推特因为呃,呃,以那个宣扬暴力这个罪名,呃, 把特朗普这一条给屏蔽了,然后这一条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但是特朗普这个人并并不认错,就是他因为推特,呃,把他的这个,呃,话屏蔽之后呢,他非常生气,连发几条推特,说推特不好不好,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他最新的推特,因为这句话他不能说嘛,然后他就把这句话改成了,呃,looting leads to shooting,就是抢劫会导致开枪,就是他换了说法,他还是要说这句话, 然后美美在这里说这句话呢,就是他表示对特朗普的不满,然后最后一句是,we will vote you out in November,11月份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把你投出去,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评论,下面很多条评论就是说美美说的好的,就比如这个,他说,thank you for stepping forward on this,your voice as always carries,他说谢谢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站出来,step forward,就是往前走一步站出来,your voice,你的声音和平时一样, as always carries,caris是携带,包括就是什么,携带病毒啊,什么都叫caris,但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声音是带着内容的,呃,带着东西的,呃,就是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你说的东西呢,都是有意义的,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下面这个人说,a queen that speaks out,and uses her tremendous platform,I admire you,就是一位敢于,呃,大声说出来, 然后用他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一位敢于使用自己的社交平台,大声疾呼的女王,我很欣赏你,当然也有反面的声音,比如这个人说,shut up Taylor,闭嘴 Taylor,然后下面这个人马上就有人回复说,I'm sorry,who are you,对不起,你是谁啊,你得跟从啊,I've just literally never heard of you before,我还真的是从来没有听过你呢,你谁啊,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因为之前有小伙伴说,呃,这里都还没有看懂,所以希望我解释一下,好,那么现在希望大家都看懂啦,哈哈,好,那么我们下次再见